在沈阳有一对夫妻对刺青极其痴迷 丈夫叫红伟和妻子超群都是80后 红伟脸上最早刺的是父亲的名字 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父爱的回报 后来他在脸上分别刺了中国龙和五线红旗 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目前红伟夫妻俩正在加快刺青进度 争取在两年内成功冲击该吉尼斯记录 刺青覆盖面积最多的人 夫妻俩的这一举动也在网上引发网友的热议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